潘兆聪 恐怖在戰 今天要帶了一位朋友上來聊天 不出鏡就出聲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Wing 聽說也有很多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也是的 由小到大都經常 因為可能我比較多美力 對於朋友來講 什麼意思 吸引他們嗎 是很吸引 我以為你只是說兒子那些 朋友而已 一直都有很多 一直都有很多 其實以前也交過貨 是的 也說過太子某商場 那個商場是賣很多 有一個婚宴 我記得了 原來就是你 是的 為何要求助於仙尼師傅呢 當然 從小到大都有很多 大約一月左右 我跟朋友去澳門玩了兩天 最初我們走過一間店 不開名 賣什麼 免得說 因為一說到很多人都知道在哪裡 賣什麼 精品 怎麼猜 大老大 不是精品 好了 先說一下 澳門哪裏 淳仔還是澳門 近大山巴那邊 近大山巴 OK 來吧 那裏有分兩層 我們有幾個朋友一起走 因為它有分兩層 我們去了下面那一層 看東西 因為它是舊式店 所以走廊都會比較窄 我們都分開來走 因為太迫不可以一起看 到我走到某條走廊的位置 我看著看著 咦 那邊是崛頭路來的 到我想轉身走的時候 因為它是窄到我不可以轉身 我要慢慢退後才走到 我眼尾就看到一個男人在我後面 我就以為是我朋友 即是我一起去旅行的 我跟他說 我跟我說 這裡沒有路 走出去 他又不動 我便不能動 隔了大約一分鐘 我見他動 我們移到出去 我們便離開 到最後 我們約出來吃飯 原來他們說 他們幾個都沒有走進去那條行 連我一條頭髮都沒有見過 即是那個不是你的朋友 但跟我很近 對 即是如果長的髮都親到我那隻 近到 那你現在回想一下 他的模樣是怎樣的 因為我是眼尾小 是一個男人 但看不到 是 對 跟得很貼 跟得很貼 對 到了晚上 我和女生朋友一起睡 我一直都是出名爛睡的人 那天晚上 他便說 我完全沒有移動 嘻嘻嘻嘻 就醒了他 他便轉過來 看一看我 他便看到我的左手邊 即是他的另一邊 那天晚上 有個男人 有個男人 污下身 和我鼻鐵鼻 那你嗅我 而他看得很清楚 是一個二十多三十歲的男生 不英俊 要強調不英俊 好在 對 對 又不是兇的 呆呆滯滯的樣子 中途 他看一看的時候 我便彈起來 其實那一刻因為很急 我便衝去廁所 大家是沒有懷疑的 他又約會做夢 我便刮到廁所 但我衝去廁所的途中 我是見過有個影 在床尾出現過 大家睡得很悶悶悶悶悶 所以不覺得 大家出來吃飯 才說起精品店這件事 和酒店那件事 而當中 我在家裡 也見過 有個朋友 那時候我在看一部TVB的劇 很精彩的 叫做《公心計》 舊那一部 我看到最精彩的幾集的時候 突然看到有個影 慢慢走過來 坐在我床尾 一起看 是慢慢控制過來一起看 他陪我看了兩集 你又被他坐在那裡看兩集 因為我習慣了 所以我都假裝見不到他 但是如果把這幾件事串通在一起 為什麼這麼像澳門控制我那個 即是一直覺得形態上是那個 沒錯 但我從頭到尾都看到一個影 我不知道他是男還是女 但他又很喜歡控制我 即是每次都控制你身邊 是的 喜歡你的 我不知道 因為都比較 多這些 是的 也有很多喜歡控制我身邊 是靈界朋友 好了 到了跟朋友聊天 有機緣巧合 就知道鮮尼師傅的電話 其實我都是你們永等來的 都知道鮮尼師傅都很出名 最初我就WhatsApp了鮮尼師傅 鮮尼師傅 鮮尼師傅很忙 還沒回覆我 那一晚 我懷疑那個朋友仔知道 我想找鮮尼師傅 他又出現 他怎樣出現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是啊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r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月費計劃 聲音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了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片集 買片集 都是可以的 就下載我們 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一集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護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